我們新一國中以往的招生啊 可能因為我是學校的體育老師 我比較少往外去走 然後呢我們也沒有很多的資源 再來我的傾向也不要收那麼多 所以呢我想說來了 我們就會好好的顧 太多我們顧不了也沒有用 再來招生的話因為我們在台北市 就是非常多的傳統強拳 比如說精華 詠吉甚至大安 新民 他們都是非常不錯的球隊 招生當然會有時候不會那麼順遂 但是呢來了我們只要好好練 我想小孩子的表現都會不錯 今年就是主要就是 一開始防守有守得比較好 然後到後面大家都有撐完 就是沒有放棄 所以可以進發牆 然後之後會再繼續加油 就是很謝謝隊友 就是在場上很拚啦 然後讓我們最後一年 有沒有留下遺憾 今年我們這批球員應該是 我執教以來身高最高的 平均身高最高的 但是呢沒有錯 球員本來就有好有壞 有一些潛力不錯 但是呢可能意識力各方面都還不夠 所以這一批球員呢 他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可是慢慢的態度就越來越好 所以我希望說 以後如果你們要繼續走 籃球這條路的話 一定要更努力更積極 早上要跑步 然後早上大部分都做基本動作 然後現在二四會去跑就是 就是象山那邊有一個斜坡 就二四會去跑坡 然後再回來上課這樣 二四五完志祺 完志祺9點下課了 所以回家 回到家應該十個 複習那個 就是有數學的國文跟英文 每一天有不一樣的課 會幫我們補 讓我們那個成績可以 達到一定的水準 那是騎 那是額外 只有四育班特地做出來 長假補導 補教補導都可能一樣 那都是四育班 一般班有沒有 七般母有沒有 找到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人家做了很多 我們要爭執 四月多 就要打八強賽 然後呢 我想各隊啊 就是 加緊腳步 再做訓練 我們新一國中也不例外 然後八強賽呢 我們就針對我們以往的不足 我們的防守 還有我們的轉換快攻 還有我們的體能而做加強 所以呢 每天花蠻多的時間在這個上面 也希望在八強賽的時候呢 能改正這個缺點 因為從去年的失敗啊 讓我覺得說 腳踏實地還是比較重要 你不用去想多遠 一步一步走 走到哪 我想就可以算到哪 他也 希望說在八強賽呢 我們能發揮我們應有的實力 那好吧 各位 优优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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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狽